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绿议员激烈攻防的焦点 议长同志伟最后做出决议 请市府阵风处查明此案 市府交通处也召开记者会表示 尊重议会的决议 有关东岸商场的OT及ROT相关文件 都已经移送给阵风处进行调查厘清 针对东岸商场的各项争议 议会临时会中 议长同志伟最后做出决议 请市府阵风处查明此案 若涉及不法进送检调单位调查 而市府交通处也会同阵风处 和市府委任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 目前已经把所有的东岸营运相关文件 移送给阵风处进行查明 那我们主要是依照我们议会 昨天的一个决议 是希望我们交通处全力来配合 我们市政府阵风处 先针对我们不管是从105年的一个 OT的一个合约的部分 以及这一次我们旅约 用ROT来办理 整个的一个过程的部分 我们全力会来配合我们 阵风处来办理相关一个调查工作 那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其实我们相关的文案的部分 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阵风处 来做一个审视 这个先跟各位媒体好朋友说明 阵风处本于职责 会秉公以客观公正超然的立场 来调查理清 若有不法将移送 谈送侦办 那在正式调查结果出炉前 阵风处会尽力调查 但是不宜率先轻率发言 市府交通处也强调 市长谢果良相当重视 促餐案的履约管理 将透过外部专业资源 来监督得标厂商 让营运履约公开透明 那我们今年也成本我们议会的一个 议员先进支持 所以我们也编列经费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正式透过促餐一个履约管理 会请外面一个专业 透过采购法 请外面的一个顾问 就财务面 就工程面 实质来监督 我们得标的一个厂商 做履约管理的部分 每年都会来办理 评鉴一个绩效 那另外呢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希望才公开透明的方式 因此会成立一个叫 重建的一个监督委员会 会邀请民间专业的一个团体 包括可能是有律师 可能有所谓的一个会计师 财务面 那当然我们很多议员先进 非常关心的部分 我们也一并邀请 那预计是会有到每季 或是每半年 来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外部集合的部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召开记者会 拿出录音党 和罢免市议员的联署书 抨击金融市长谢国梁 利用企业员工进行联署 要罢免议长佟子委 及多名民进党的市议员 对此国民党金融市党部 也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召开记者会 拿出从某企业员工 吹哨者的录音党 和罢免市议员的联署书 抨击金融市长谢国梁 利用企业员工进行联署 要罢免议长同职位 以及多名民进党籍市议员 这一次是史上第一次 有我们的金融市长 要来罢免我们金融市议会议长 信集团大家都可以知道 他是谁在管理的 实际上的经营者是谁 其实就是我们金融市长谢国梁 这就代表谢国梁市长 公开发起他的企业 公开发动他的企业 来罢免我们金融市议会 民意机关最高的首长 就是我们的一个议长 市委政议员 陈毅议员 张浩安议员也被传 我们所有要来监督他的人 现在都在他们的攻击涉及范围之内 甚至连议市中立 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市长的 佟志伟议长 他都要首当其冲的 来罢免议长 一个市长经不起监督 竟然要用政治操作 去罢免民意机构的议长 他就利用家族企业的员工 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逼迫家族企业的员工 发动对议长 以及议员的罢免 我认为谢国梁这样的一个举动 就是政治清算 这样的举动 跟共产党有什么不同 罢免 罢免基隆市民意最高首长 这样的行为 已经是台湾宪政史上 最大的一桩笑话 在这里正告 所有支持 我们清廉 情政 爱相处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严厉抵制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也召开记者会 没有正面回应录音党以及联署书的来源真假 只强调国民党基层的支持者 看不过去民进党侧义 已经开始联署罢免市长谢国梁的行为 因此由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导 开始进行反制罢免的动作 对于民进党跟侧义要罢免市长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说我这个军人出身 就是说我是直来直往 如果你要罢免我的市长 我就罢免了一言 在网路上发动罢免谢国梁 有一个叫做山海公民猜梁行动的一个网站 已经号召了数千人 号召在三月份开始要罢免谢国梁 所以国民党四党部 基于这个原因 就也组织了一个缓制罢免的一个行动小组 由我担任召集人 尤其过去为了东岸警察长的事情 我们很多议员 非理性的攻击市长 然后讲些逝世而非的 没有互党产 反而去跟厂商站在一起 所以互试产 而去跟厂商站在一起 我们很多支持者 包括国民党 还有我们一些民间社团 看不下去 就是要跳出来 缓制罢免市长的这个行动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罢免市议员 罢免市议员 有几位市议员 我们现在应该是 守定了五到六位议员 作为罢免的对象 名字 一个是张志豪 一个是郑文婷 一个是佟智伟 一个是陈怡 一个是张浩瀚 而针对蓝绿双方的相关罢免 市长谢国良及议长佟智伟 也各自提出看法 对于传出蓝绿基层支持者 推动联署罢免市长谢国良 以及反制罢免议长佟 和民进党市议员的情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智伟 也各自提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党团气愤 谢国良即将要被罢免 所以我仍然跟同志委议长 在积极的合作 我们两个都是以和为贵 希望双方平息纷争 但是两党一定有基层的支持者 以及情绪激昂的民众 包括在昨天下午在议会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些议员不理性的作为 更是激发了这些民众情绪的高亢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讲 我们基隆其实真的不应该 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再继续恶斗下去 我支持而且会持续的 邀请我们的议长 缓和双方的情绪 大家应该回归到政策面 并且在下一次的选举 来进行一个君子之争 而不是任意的去推动两阶段的门槛 然后遂行政治阴谋 以及政治目的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党工只从中央到地方 目前为止 到此刻为止 都没有任何参与罢免的活动 或是连署 我也再强调一次 我站在议事厅里面 绝对会履行 我议长应该有的责任 议事中立的高度 我想在这几天里面 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 或是媒体先进 还是市民朋友 都可以看到我的用心跟努力 我也不希望 恶意罢免的活动 互相攻击的政治伤害 或是把它升高成蓝绿斗争 我觉得我们都不乐见 这对我们市政的帮助 市政的推动 所谓的辅惠和谐 是在建立在于理性沟通监督讨论的机制之上 我们不乐见 为有社会正当性的罢免 持续的运作下去 这是我的态度 但昨天下午在四点多 我就跟同意长有一个深谈 我非常肯定他 是一个理性务实的政治人物 我们双方都觉得 这个对彼此的这种民众 基层民众的情绪性行为 很多社团的情绪性行为 真的对台湾的民主 有着严重的伤害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议会开议之前 我们又一次的碰面 我们一直在讨论 如何缓和双方的情绪 所以我非常的肯定他 在这个方面非常理性的作为 但是现实上 我们就是有面对双方基层 有很多很多 已经到极度不理性的情绪 那我也希望更多的事情 能够违规讨论 不要动不动的 就提出所谓的罢免 我自己也是不认同 我也呼吁这些社团 收敛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再做不理性的行为 我今天也跟市长也充分的表达 其实民进党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并没有 或是还没 或是上位 我们全体党公职 无论中央或地方 上位 还没 完全 还没有参与现在公民团体 对他发起的罢免的活动 这个我想从上到下 不管垂直还是水平 没有任何党公职参与在里面 如果你要希望民进党或是泛律 或是中间选民 来降温 也就是希望这个市政争议上面的议题 不要对他继续发动罢免 我想应该回归市政讨论 理性监督 我想也不应该 不断的开战场 我所谓的开战场 大家从新闻事件上都看得出来 无论从直播等等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如果降温 公民团体的不满情绪 也一定会降温 过去两天多来 我跟同志委议长 一直在针对彼此基层的情绪 深度合作进行安抚 从昨天下午 大家可以看到议会的休息时间 跟今天上午 我们都在积极讨论 如何解决基层相关的情绪跟问题 我也非常肯定他的一个做法 我也认为 对他提出相关联署的团体 应该要冷静并立即停止 不要再继续下去 我不赞成任何刑事的罢免 我也主张公职人员 应该透过选举来决定 他的去留 而不是任意的提出罢免案 任何政党都可以轻易的取得两阶段 选举人口11%的联署后 即可进行投票 这其实极不合理 并对台湾的政治稳定性 有实际的伤害 希望三党各政党 未来可以再度修法 对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再一次的完善 让公民的权益 以及政治人物的权利义务 可以有效落实并保障 因为这里是市议会 我的职责是议长的工作 立法院的工作 我想我们这边不便表达 至于罢免的门槛 或是等等相关修法的机制 应该付诸社会充分讨论 我想很多的争议的发生 都是没有完全的社会沟通跟讨论 如果社会 如果民众 全台湾的民众 或是市民朋友 有相对多的共识 它自然会让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自然会朝向修法的工作去进行 从过去到现在 我想大部分的罢免案 都没有社会的正当性 真正有罢免过 在最近这几年有发生 那个社会的张力跟情绪 对高雄市政有帮助吗 之后 现在陈其迈市长 专注在高雄的市政上面 我想这会呈现在 每一份民调的满意度里面 相对的基隆也是如此 如果谢市长 希望公民团体 可以降温 那就应该理性回归在市政专注上面 这个时候也应该对市政专注 对我们东岸相关的厂商 大家也才会有信心 未来还持续愿意在基隆投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光荣家商配合国家推动长照政策 113年8月将开办照顾服务科 培养在地长照专长人才 高中就读期间免学杂费外 董事会更加码给3万元的奖学金 校方也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签署策略联盟 将引进最新的AI资源 期盼学生不只是照顾服务 更能当赵老板 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签署策略联盟 光荣家商引进各中翘楚的海科大 健康促进及营发保健专业技能之产业服务人才 期望协助课程规划与师资支援 同时加深学生未来学习的广度与就业机会 建立学习就业一条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健康照顾与社会工作系 以及营发保健系 在以往有一些经验 那我们期望透过联盟的合作 让我们把经验来跟光荣家商来做交流 那也期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 得到一些回馈的意见 让我们两个学校都能够共同成长 共同扶持 光荣家商即将在今年8月开办照顾服务科 不只配合国家推动长照政策 更要培养在地长照专业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回馈地方 甚至能当赵老板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结盟 那这样的一个结盟能够为光荣家商带来的孩子 为了升学之路能够一条龙的往上 那也希望有海洋科技大 带给光荣家商在课程方面的一些规划协助跟指导 那尤其是在人工智慧AI这个课程方面 带给光荣家商的孩子 在数位学习方面能够更精进 孩子呢走得好 那就是光荣的荣耀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高中就读照顾服务科期间免学杂费 董事会更加码 提高每位学生高中三年三万元的奖学金 为我国高龄照护产业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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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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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万木山海岸线 山海风景名人 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到此休憩 欣赏海景 它的观光潜力 也吸引金山知名甜点店 到此插旗进驻 让游客度过悠闲时光 画面上是万木山的海岸线 无敌的山海美景一览无遗 赏心悦目 在非假日的下午三点多 照样吸引许多外地游客 来到这里欣赏或见走 而除了看海景之外 现在也能品尝到这个金山知名的甜点 业者看好万木山的观光潜力 与北关处合作 到这里进行旅客服务 同时因应海边特色 研发甜点和饮品 让游客能赏海景吃下午茶 在这个美丽的滨海朗袋留下美好时光 那边是我们的内容区 所以我们专门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形态 有开发出不一样的商品 像我们店面都只有卖预言 那海边大家喜欢干嘛 看海喝咖啡 所以我们就有弄了一台不错的咖啡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中生培的精品豆子 然后再来的话有什么 这个 顶硅的牛奶 一般很少人会加到北海道的十盛四叶鲜炉 我们用好牛奶加好豆子 然后去做每一杯咖啡 这样子 就算是比较特色商品 然后因为喝咖啡要配什么 蛋糕 所以说就是喝茶配蛋糕 喝咖啡也配蛋糕 所以像我们金山第一名的乳酪蛋糕 在老街叫金山虹 我们特别跟他联名 然后开发了一款就是 我们的主地是芋头 做一个芋头口味的乳酪蛋糕 然后干嘛做结合 然后这边也有 那芋圆的话不用讲 我们的招牌有什么 这个大科的手工芋圆 就是如果说这种行动式的 就是说 我就觉得它的 它应该也是OK啦 就是说不要去太影响到周遭 所以这个点觉得说 刚好在这边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海 就比较舒服嘛 对不对 对啊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这边海岸线很漂亮 对 然后 这整个外木山 因为每次它算是我们去基隆的 必经之路 嗯 然后那时候都会看到说 诶 晚上这边都一群一群的 然后有上卡OK 又有咖啡店 好像不错哦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 点得在金山万里面 对对对 他想说 诶 这家好像也能够就近去服务我们 在地的一些居民 嗯 就是思考 然后后来好像就有 那个标案有释出 对 那我们老板最后就一定那不然去标标看 对那结果一标还真的 诶 好像有这个机会 然后多方面评估之后就觉得好吧 那就来 踹一踹看 然后就踹了一年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一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嗯 那现在就是准备就是有去续约就是有再去算续约吗 但是也是要考核 所以就是有再去参加改观数的考核 然后就好像也算有顺利的通过 所以目前确定了 可以服务到明年的3月 好天气的外幕山滨海狼带 蓝天碧海 超级无敌的山海景致 绝对是国际级的景观享受 从画面上不难发现 人潮不断涌入 显示这个山海美景的魅力 深深吸引许多双北游客 这绝对是基隆观光的核心竞争力 而目前大部分的滨海步道都进行拓宽整修 让游客走起来更方便 但是现场发现仍有部分路段 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避免游客行走时踩空跌倒 期待在政府跟民间共同攜手营造下 让基隆的魅力景点 观光服务品质能够持续加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传出校园霸凌事件 网路流传一名学生 遭到三名学生人流欺负的画面 市府教育处已经召开记者会进行后续处理 画面上三名学生 轮流对着一名学生施暴 一旁还有人在录影 整个过程4号晚间在网路上疯传 本所于3月4日于网路巡逻时 发现流传一者国中生遭霸凌影片 本所立即调查案况 初步了解被害学生日前雨 施暴旁有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 警方立即转握双方身份 并由家长陪同 警方网路巡逻 发现这起国中霸凌案 立即通知校方 并且进行校园通报 我们接获警察局通报之后 我们申辅组长也就是即刻的 也联络相关的家长 那也有陪孩子到警局去做 那个盗案的一个了解 从昨天晚上我们处理到 是一点多 然后刚刚早上9点之前 就是我们也开了一个小时的 紧急应变会议 案发后警方将市民试案 学生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 以请少年法庭审理 校方也紧急进行了解 5号上午召开会议 进行后续的相关处理和辅导 对于基隆校园传出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强调 绝对是林荣忍 全程的影片 那我也是非常难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 有林荣忍以及长时间辅导 惩戒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跟惯例 如果有人是吸泄像片中的情况 所及 我们会长达半年一年 或许更长的方式 每个周末在他放假的时间 必须进行辅导 一样的我还是讲 我们台湾的法制少年事件处理法 其实是会助长更多的少年罪犯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但是恶法义法 我们的少年事件处理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阳 保护这些少年罪犯 所以我们会依法 长时间的来进行辅导 我个人会主张这些公级的学生 年轻人少年要接受 长达一年或更高的 每周末少年队 以及少府会的辅导 那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也会持续下去 就是要告诉 所有这些少年罪犯 如果你做了这些暴力 及不法的行为 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 长时间的辅导与惩戒 校园出现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要求教育处等单位 积极投入辅导资源 针对事案的学生 都要进行至少一年的辅导和惩戒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